6月15日,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了为期9天的帷幕 临近6点30分,最受瞩目的红毯仪式正式开始 被誉为是全场最猛组合的徐珍、何久 带着蓝毛怪和大眼仔率先走上了上海电影节的红毯 紧接着郭敬明带领杨幂、郭采杰等一票俊男美女步入红毯 成为了全场最青春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红毯一向都是女明星们的天下 只是当晚的红毯不免让人有些失望 女明星们纷纷都走起了端庄高雅的路线 周伟彤、阿萨、周冬雨、张欣毅、徐娇、安逸轩、陈乔恩都扮起了乖乖女 白百合更是选择了一席黑色抹胸长裙 并不时地用手拉衣服以防走光 让想要养眼的观众们直呼太保守 当晚深微领的杨幂、景田、大露背的范文芳、秀美腿的徐若轩 波涛汹涌的莫小琪、田子田都成功谋占了现场无数飞领 当晚红毯最令人出乎意料的就是实力派女演员王基 与新竞节女郎李星爱同场尴尬撞衫 一样是中国风青花姿势的连衣群 让观众们大呼太山寨 红毯走到最后大家也心生疑惑 说好的林志玲去了哪里 红花也需要绿叶的陪衬 全民男神们也是全朝出动不甘落后 远道而来的赵英诚一路360度无死角的微笑 时不时亲切地与粉丝握手 立刻就俘获了不少的芳心 而黄小明则是二进二出 先是住着拐杖走上红毯 然后又忙着换衣服和郭彩杰搭档忙得不亦乐乎 要说红毯上谁最贴心 那就非真子丹莫属了 一路都帮着女伴景田照顾着拖地裙摆防止她摔跤 最强人气毋庸置疑 那一定是天王周杰伦了 来到电影街 还是新人的周杰伦依旧酷敬十足 大有导演的架势 而为了宣传电影 周杰伦似乎也是好好收拾了一番 便清纯了不少 甜蜜情侣党冯绍峰妮妮一踏上红毯 就全程十之紧扣 甜蜜指出爆表 显煞旁人 而两个人虽然没有精心的搭配服装 却是出奇的般配 在台上两人不仅被主持人追问婚期 冯绍峰更是向妮妮大方索吻 让妮妮十分的害羞 由刘德华 郭涛主演的《盲探》 缺少了郑秀文的美色后 最终以其一色阵容亮相 华仔在观众们的强烈要求下 即兴来了段舞蹈 反倒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刘德华坦言 《盲探》是自己从影30年 最难拍的一部电影 因为我们导演的要求 非常棒 然后在这个 我也从来没有试过去演一个戏 从头到尾那么辛苦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觉得很辛苦 作为电影界红毯的压轴 电影西欧记之大闹天宫剧组 可谓群星云集 让人眼花缭乱 周润发夫妇 曾子丹夫妇 郭不成 何润东 陈乔安等明星 极其亮相 让观众们迎接不暇 发哥一袭白色西装 一头飘逸的秀发 让人忍不住吐槽 发哥你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